网购叶酸 火乱剂 敬付错吃 流产 到流产的那时候 才不知道为什么就再回去查 我吃了这一罐东西 才惊觉这一罐根本就不是叶酸 台中村民28岁蔡小姐控诉 她在今年1月怀孕 为了让宝宝头好壮壮 她上网买叶酸 没想到卖家竟寄给她维他命 害她吃到流产 本来买的是叶酸 结果你拿到的是BioTin 蔡小姐怀孕后在拍卖网 花了200元买一瓶 标榜孕妇专用的叶酸 三天后收到一整瓶都是英文标示 名称为BioTin的食品 她每天吃一颗 没想到才吃一个星期 就出现肚子痛下体出血 就一检查发现已流产 她把产品拿给医师看 才知道根本不是叶酸 而是不建议怀孕期间服用的维他命B7 设置还过期两年 她跟卖家联络卖家禁设 因为没注意有效期限 又不小心记错评 只愿意退钱 坚持产品和流产没有相关 卖家已关闭网站 她决定向小宝官和卫生局投诉 卖家李小姐向苹果表示 愿意跟蔡小姐找小宝官进行协调 把事情弄清楚 台中卫生局表示 这个产品属于食品 可在网络贩售 但网拍东西没有中文标示 且过期两年 明显违反食品卫生管理法 可分别处3万到15万元罚款 律师表示 若能证明因卖家记错健康食品 导致蔡小姐流产 卖家除处犯刑法过失伤害罪嫌 也涉及民法故意过失 侵权的损害赔偿 不过有意识表示 早期流产原因很多 一天一颗保健食品 应该不至于造成流产 动新闻台中报导